先生,请有补,麻烦你过来这一边。 刚才你说你高考的时候数学是一分,一分难度很高,零分比较容易。 接着下来我介绍四位年轻的朋友给你认识。 第一位请上来是最年轻的Jonathan,Jonathan Ching。 Jonathan现在还在练书在香港大学,他对金融和科技是特别有兴趣的。 第二位是Samantha,Samantha Kong,她刚毕业。 不过她已经有一段时间是从事社会的企业,做得不错的。 第三位是Josie,Josie Tam。 Josie Tam已经创业有一段时间,对她来讲,她说人员是困难、穷穷。 最后一位是Rex Sham。 Rex是叫机器人的,她说是机器不是支线,那就是机器人。 她已经有盈利了,她做得不错。 现在我们,马先生中间,请坐。 请坐。 好,接着下来,他们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你。 Rex,你先介绍一下,你几次好吗? 我是Rex啊,我在09年刚毕业的时候呢,创立了自己第一家公司。 就是,我小时候就想做机器人嘛,看了那个哆啦A梦,就是那个叮当啊,看的比较多。 所以呢,就是想开了一家公司。 现在是做一些林业的那个森林防火的管理, 还有就是临床的一些病虫害的一些管理的。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马云先生。 你觉得阿里云最近呢,在推进一些大数据的处理,就是大部分呢,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消费者的一个大数据处理。 你觉得行业的大数据处理,比如说林业啊,Oil and Gas,就是石油啊,能源啊,这些行业的大数据处理的前景,你觉得将来会是如何的呢?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首先我觉得机器人未来在20年,30年内,机器人这个行业会应该有巨大的进步,巨大的机会所在。 因为我刚刚从达波斯回来,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这个新高科技来以后,很多人都没就业了,尤其机器人出来。 但是我觉得机器人会给人类生活带来很多美好的东西。 所以我自己觉得阿里巴巴也会在机器人上投入很多。 但另外一个,大家一定要相信一件事。 就是十年,二十年以后,这世界最珍贵的资源,最稀缺的资源,不会是石油,一定是数据。 谁有最快获取数据的能力,处理数据的能力,分享数据的能力,产生数据的能力。 数据是如果要变成制造业,就制造时代,变成创造时代,一定要善用好数据。 所以今天阿里巴巴确实我们专注的是这个数据的处理,数据的计算,数据的储存,数据的分享。 但有一样东西肯定,我们今天因为是消费者为主,所以我们在做消费。 你刚才讲的行业内部,一定会有这个巨大的机会。 毫无疑问,在座很多人,一定年纪有点阅历的人问,啊,Data时代来了以后, Privacy,Cyber Security,这种网络的虚拟攻击,隐私怎么办? 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会解决。 这是他们的机会。 所以我自己觉得Data时代到来的时候,是年轻人时代到来的时候, 年纪大的人只能坐在边上说,为他们呐喊助威的时候。 真的,没办法。 谢谢。 满意吗? 还有更新的问题要问吗? 谢谢。 好,你要不要问马先生有没有兴趣投资你的公司? 刚才在后台我们有聊过一下,将来我们深入的谈一下。 非常好,Samantha,你介绍一下,你介绍。 好,马总您好,大家好,我叫江一敏,Samantha,刚从香港科技大学毕业, 现在是一名实习工程师。 那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认识了一帮好朋友, 那然后就创立了自己一家社会企业,叫做利奇者。 目的是希望让一些年轻人去亲身感受一下, 穿上我们一套好玩的那套体验衣去感受一下老年人在身体上的一些限制, 比如说驼背呀,就看不清啊那种, 就让他们培养一种对老人家的同理心还有关怀心。 那我想请问马总一下,您对社会企业又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一个巨大的区别,在做所有创业的, 如果刚刚开始创业,一定要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IT.dt,就是information technology.data technology, 最大的差异不是技术的差异,而是思想观念的差异。 这个差异在IT时代是以我为中心。 Everybody make me strong. 所以IT时代会诞生巨大的龙头企业。 但是DT时代是完全思考, DT时代就是利他主义, 只有让你的客户更强大, 让你的员工更强大, 让别人更强大, 你才能够起来,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革。 所以IT时代的企业, 你可以不考虑社会责任, 不考虑社会的架构, 而DT时代的企业, 必须把责任放在第一台。 所以DT时代是有几个线, 有一个很鲜明的特征, Transparent, 你这个企业想偷偷摸摸尝点什么东西, 你没有机会。 第二,利他主义, 让别人更强大。 第三个主义是Responsibility, 不是你愿意承担, 而是你必须承担Responsibility, 所以我觉得今后, 不管你是NGO也好, 不是NGO也好, 这些都必须要take social entrepreneur, social business的Responsibility, 所以这个我觉得, 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阿里其实今天你们看, 阿里巴巴做了很多, 似乎不应该一个企业去做的事情。 你怎么今天惹这个, 明天惹那个, 你今天干这个, 明天干那个。 但是我认为, 这是DT时代, 一定要具备的一个responsibility, 就是只有社会好了, 只有环境好了, 只有别人好了, 你才可能更好。 所以我觉得每个企业, 从第一天起, 就加入这个sense在里边。 还有? 谢谢。 没有了, 没有得跟进的问题了吗? 有,有。 有,你再来。 我想请问一下马总, 其实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报道, 就说在以色列, 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就, 投资很多的一个国家, 那他们就说, 他们对那个技术上就比较, 看得比较重。 那在香港的话, 就可能商业化就看得比较重。 那请问您又觉得, 哪一种在你心目中, 哪一种就技术比较重要, 还是那个商业化比较重要呢? 技术比较重要, 还是商业化比较重要, 在我们公司大概正论了15年, 因为我不懂技术, 所以人家认为我是商业很重要。 这个我觉得并不重要, 技术和商业, 如果商业不用好最新的技术, 这个商业也好不到哪儿去。 这个最优秀的技术, 如果不会商业化, 那技术也是瞎扯。 所以我很简单一个道理, 我觉得我们的世界观, 眼光很重要, 胸怀很重要。 你今天做商业, 阿里巴巴做商业, 每一天要应对几亿消费者, 几十亿的金额, 几千万笔的交易, 没有技术你是撑不住的, 但是你光天天在技术, 95%以上的技术, 是死在, 或者只活在实验室里面, 没有用。 所以香港社会, 既然已经是个商业社会, 但应该是拥抱技术, 掌握最先进的技术。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技术, 你就要拥抱商业, 这两个不矛盾,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对立起来。 我指的从前你在访问之中, 有关慈善涉业, 你说过是用商业的手法, 来做慈善, 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吗? 我自己觉得做慈善, 做公益最重要的是, 要有公益的心态, 商业的手法, 不能倒过来。 我现在发现很多公益机构是, 商业的心态, 公益的手法, 那真正是burn money。 所以我觉得我们商人, 讲究结果, 讲究效率, 但商人必须要有一颗公益的心, 你才走得久, 尤其你企业大, 你在transparency的你躲不过去。 所以很多人说, 我现在先黑一点, 胡搞搞, 等我搞大以后, 我自然会当好人。 很难了, 成了坏人以后, 你可以偶尔做一些好事, 但是你骨子里面很难翻回来。 当然, 好人做一些坏事, 有时候也蛮高兴的。 哈哈哈哈哈哈。 Jonathan, 你有更新的问题要问, 对吗? 你好, 其实我想问的是, 你刚才说过, 现在是从IT转到DT, 然后我知道, 阿里巴巴之前也有很多免费的服务, 像淘宝, 阿里巴巴, 你们本来是没有这个, 没有利益的, 但是在之后, 你们就是用哪个数据来继续你们的发展, 那么你在未来一年, 五年, 十年以后, 你会, 阿里巴巴会不会有什么新的方向, 去follow up the data science, 哪一个方向呢? OK, 我先把两个问题的可能, 其实阿里巴巴从一开始, 很多业务是免费的, 今天依旧是免费的, 如果说以前是收费, 大家认为阿里巴巴打败, 一杯是靠免费, 现在这世界上免费的东西太多了, 你没有创造价值, 免费只是自杀, 所以我自己觉得要创造独特的价值, 但是我们很多服务依旧是免费, 免费不是最好的商业模式, 但是免费你能得到很多人的参与, 然后跟他们共同地去创造更好的产品, 但是你刚才讲阿里巴巴为了data, 其实我们把自己定位的是一家data公司, 我们认为我们是一家数据公司, 我们不是做商业, 我们不是做金融, 我们不做物流, 我们只做data, 我们今天所有的商业做淘宝目的获得数据data, 我们做金融是希望建立一个信用的data基础, 我们做物流是希望data去指导更多的物流公司做得很好, 因为这些data获取不是我们的, 我们只是帮着社会处理这些data, 再返回给整个社会, 所以这个dream很大, 能不能做成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做总会有人去做, 必须得有人去做, 所以我们十年以后大家会发现, 我们的骨子里面就是一家data公司, 好,Josie, 你可以介绍一些, 我叫Josie台会一, 去年我跟两个伙伴一起, 创立了一个网上的时装合作平台, 其实那个idea是来自阿里巴巴的, 那其实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在外国的设计师, 跟亚洲的工厂联合在一起, 从设计开发到生产这个过程都移到网上, 那我想请教一下Josie, 就是说我们在后台聊的时候, 你说15年前你创阿里巴巴的时候, 你曾经想做这个东西, 它是太难了, 所以你创了现在的阿里巴巴, 15年后现在有三个人去做你15年前的梦, 你怎么看呢? 其实阿里的梦想就是建一个平台, 让很多有梦想的人在上面实现自己的东西, 其实我最高兴的是像你这样的模式, 因为制造业, 制造业今天是, 以前是B2C, 就business自己想, 自己研发, 然后做好以后卖给大家, 我今天放一个, 就是我自己的构思和想法, 未来的世界是C2B, Consumer to Business, 所有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来进行定制, B2C是在上十年做到了零力进制, 最后只有做到标准化, 规模化, 低成本才能够做到B2C的节点, 但是大家越来越没赚钱, 生意越来越大, 赚钱越来越少, 但是C2B可能订单越来越小, 难度越来越大, 个性化越来越强, 所以我个人觉得C2B是未来, 其实阿里也正在面临自己的挑战, 我们原来是帮助别人卖货, 15年以前构思是建一个平台, 10年以前帮大家卖东西, 但是我们今天问题是阿里巴巴是应该坚持帮别人卖货, 还是坚持帮助那些创造者, 提供工具让他们创造得更好, 把我们的数据跟他们分享, 把我们的技术跟他们分享, 把我们的infrastructure跟他们分享, 使得中国和世界诞生无数小的创造者, 像你刚才的想法, 我自己觉得这就是香港可能今后很多年轻人应该发展的方向, Entrepreneur Roberts, 你也对机器人感兴趣, 对吧, 我觉得我们香港的年轻人完全可以利用好今天世界上已经拥有的IT和DT的infrastructure和Technology, 如何把这些data用好创造未来, 以前是靠地产, 二十年以后香港还是靠地产的话, 麻烦大了, 但这个麻烦不是地产造成的, 是年轻人你们造成的, 你们没有改革, 没有变革, 没有推进,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如果中国在十年以前, 七年前, 阿里的会议上讲过, 阿里巴巴做到今天这个地步, 中国电子商务的好, 跟阿里巴巴没关系, 中国电子商务做得不好, 跟阿里巴巴一定有关系, 所以我自己觉得, 年轻人今天要做的事情是, We change ourself, and change the future, 所以你们刚才这几个idea, 我个人觉得, that's the future, 所有的business必须要有social entrepreneur spirit, 所有的想法必须思考未来, 如何利用好, 你们这两三个人就是个idea, 就可以用好今天的技术, 你刚才的Robert, 我相信你的父辈, 肯定不会想过, Robert这不就太可怕了, 对吧, 但是这就是香港, 今天香港的机会所在,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香港年轻人, 所以我们决定10亿港币是很小的一笔钱, 它并不能改变香港什么, 但是我们希望这是给香港年轻人和香港很多商界说,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稍微做一点的话, 这些机会给他们就会很多, 而他们成长了, 香港才会成长, 所以我是truly believer, 如果你相信未来, 那你就相信年轻人, 如果你想把握未来, 投资到年轻人身上, 这个是我觉得你们今天的这些project idea, I feel very excited, 就有机会得得了你投资, 还有问题要更近啊, Josie, 那你刚才说到投资了, 就是你去天, 昨天我们看到报纸, 你会投资钱来香港, 我之前看过, 你说你不看简历, 你方才也说计划书没用, business plan, 那你还会看我们的计划书吗? 第一, 我不看简历是真实的原因, 我的简历递出去都被人拒绝掉了, 所以我知道, 简历, 我今天社会做一份漂亮的简历, 太容易了, 所以简历不重要, business plan, 其实简单就一页纸, 也能说明白, 你刚才的想法, 如果你是在淘宝和天猫上卖, 或者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卖, 我们对这个项目是很有兴趣的, 当然, 这个决定不在我这儿, 我们会请professional的团队去做, 如果是阿里巴巴的人去做, 会有这种偏见和bias, 我们为了把这个基金做下去, 我们会请professional的人, 带着对香港热爱的那些人去做去, 只有这样, 这个fund才可能做得长, 做得大, 今天还是个seeding fund, 我们反正, 我觉得你刚才的东西, 我听听是很有兴趣的, 我们的观众非常同意, 你说简历做一份好的简历, 非常容易, 因为刚今天有新闻在淘宝网, 可以买到那个香港苏文大学的证书, 其实在淘宝网, 有没有一个监察的制度, 有没有什么? 监察的制度, OK, 其实阿里淘宝的监察的制度, 比大家想象, 如果你觉得今天报纸上有这个, 你投诉, 我们立刻会有反应, 你们可以去试一下看, 你不投诉, 你是很难发现, 毕竟我们要处理的是12亿件商品, 我们有5000多人, 是边外的, 如果你有兴趣, 你也可以做5000多人的一工作, 我愿意检查, 第二, 我们有2000多名员工, full time做这样的工作, 我们也put了将近, 我们把400多人送进了监狱去年, 这工作并不容易, 但是你做, 而且这工作做下去会得罪很多人, 但是你必须做下去, 所以, 你这个条新闻, 应该发给我们公司, 我们马上给他处理, 我想应该处理好了, Jonathan, 你介绍一下你机制, 好, 大家好, 我是Jonathan, 我现在在香港大学读二年级, 在读business跟computer, 最近, 我都去了以色列, 还有boston去看那边的startup, 然后, 回来之后, 就很想开始自己的startup, 然后, 还有我在另外一个学生组织, ICKU里面, 我也有做这个系统的, 还有android app的一些application, 然后, 就是, 之后, 我就希望在毕业之前, 我可以开始自己的一个startup, 可能是关于finance, 还有这个data的, 然后, 我就想问你, 就是, 你觉得, 应该怎么做在香港, 特别是, 我们没有很多engineer, 我们没有很多capitals, 我们没有很多想创业的年轻人, 那么,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OK, 第一, 如果你有capital, 你有engineer, 你这个项目一定做不成功, 真正的创业者, 都是缺这个, 缺那个, 缺这个, 缺那个做的, 富二代创业不成功, 是因为他有这个有那个, 这个, 我是认真想过, 做过研究, 我爸如果那时候, 给我个两百万, 如果我今天, 随时能够找到一帮人, 那时候就能找到, 今天一定不会有阿里巴巴, 真正的创业者, 你一定是缺这个, 缺那个, 如果资源都在了, 都不缺了, 怎么还会要你这个想法吗? 所以这个不太可能, 第二个呢, 我觉得你是一定能够说服你边上的人的, 其实我要投资的话, 我很关注的是, 这个人有这个想法, 要看看他边上有没有, 他边上那帮人是不是有这个想法, 并且愿意放弃一切, 跟他去设施这个想法, 有的时候就一个人有这个想法, 边上的人都认为这个stupid, 完了, 他没有一个team, 做一个东西, 一个理想是一定要有个team, 并且坚持, 钱是世界上最容易得到的事情, 我以前觉得, 哎呀, 融钱太难了, 我后来发现, 只要你真的好东西, 所有的抢你的人会很多很多, 那第三个建议, 我给你一个建议, 因为你是大学二年级, 很多如果这是大学生, 尽量大学里面, 做这些startup, for fun, not for real purpose business, 因为大学里面, 其实你要是做做社工啊, 做做创业啊, 这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 大学那份工作, 最后一定会很成功, 很多人说, 哇, 比尔盖茨不是大学没毕业吗, 杨志愿大学没毕业, 全世界就一个比尔盖茨, 也就一个杨志愿, they all feel, 把书读好, 这是最关键的, 没有这个good foundation, 其实很累, 但是呢, 我是很鼓励大学生, 做一些创业的尝试, 做一些创业的, 参与的活动, 而且很有意思一个现象, 我发现到, 所有大学毕业这个成功的人, 社会上比较成功的人, 他的成功的东西, 跟他读的东西好像都不一样, 绝大部分不是所有啊, 所以你的第一份工作, 和第一份想的东西, 未必你是最后的, 但第一个工作, 对你的影响非常大, 所以我自己建议呢, 你在创业过程中, 就把它当做for fun, 我们创业一定是因为很开心, 很乐趣, 才坚持下去的, 不开心不乐趣, 是坚持不下去的, 刚才你说读书读得好的话, 创业成功的机会比较小, 那么应该读还是不应该读啊? 应该这么讲, 读书读得好的人, 很少会想到去创业, 而读书读得差的人, 没人要他, 他容易去创业, 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们在座很多父母, 以及很快当父母的人,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调整一个心态, 看见你的孩子, 会读书, 你要鼓励, 不会读书, 你也要调整心态, 有些人真是天生不会读书, 你把他煮了吃了, 他还是不会读书, 但是他有可能, 在另外地方长出来, 所以不管你会读书, 不会读书, 你有资源, 没有资源, 机会都有, 天生我才必有用, 你今天去想清楚, 这世界成功的不是一条路, 有很多的路, 我是不相信中国香港今天成功的老板们都很会读书, 否则我看见他们的博士学位都是荣誉的, 跟我一样, 四位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多问一条, 那我应该很有机会, 因为我在大学, 中文大学读书的时候, 最低的那个GPA, 那个成绩只有0.99, 当然这不值得骄傲, 我能读得好, 能读得好, 当然读书好, 对不对, 安全, 稳定, 找份好工作, 爸爸妈妈同学都说你好, 但是读不好, 你也别灰心赏气, 考进哈佛自然很好, 考进杭斯院也不差, 考进哈佛了, 我建阳考进哈佛, 考进香港中文大学, 考进香港科技大学, 请你用欣赏的眼光, 看看那些考的不好的人, 考进不好的大学, 请你用欣赏的眼光, 看看自己, 我们知识其实还可以了, 但是, 好, 最后一条了, 你来, 马先生,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一直都很鼓励, 大家年轻人去创业, 要坚持自己的理想, 但是有时候, 理想不一定会能成功, 当然, 95%会实在没有出现过在大家面前, 那你觉得什么时候, 年轻人应该选择放弃, 放弃这条线怎么去设定呢, good point, 我其实这个问题想过很多, 我们在不断让大家坚持的时候, 很容易走到顽固, 所以我自己衡量, 这件事情, 这个人在讲我要坚持, 我要坚持的时候, 我基本上知道这是顽固, 我们想坚持, 我们要做的时候有点想坚持, 所以我基本上是听这个, 第二个, 创业, 你选择这条路的时候, 就不要怕失败, 怕失败, 不要创业, 其实失败没那么可怕, 真没那么可怕, 又不是失败你要进监狱去了, 失败可以重新来过, 而且人生, 可能我跟你们讲这个, 就像我爸那时候跟我讲这个, 我咋都听不进去, 人生最后不是你取得了什么, 而是你经历了什么, 其实今天阿里巴巴最骄傲的事情, 你信不信, 在座每个人, 你们愿意听阿里巴巴取得多少辉煌成绩呢, 还是愿意听这15年来, 你到底犯了多少愚蠢的错误, 大家肯定说愚蠢错误更好, 错者, 错误是最珍贵的财富, 所以人最后你死的时候,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一定会因为你当年有过这个想法, 你没去尝试而后悔, 绝不会因为你尝试失败了以后后悔, 这个我是觉得, 你看见那个女孩子, 你一定后悔, 当年怎么没追她呢, 你特后悔, 追了没成功, 很正常嘛, 对吧, 所以我就, 在后台的时候, 跟你的同事聊天, 他说很多网上流程, 你的说话都不是你说的, 不过有一本书, 你可以说是你认可的一本专记, 是韩式玛云, 那么Rex就跟我说, 他不好意思说, 可以送给他们每人一本吗, 当然, 有吗, 麻烦你, 麻烦你, 广东话我们这个叫做, 要吃要累啊, 去了听你, 好,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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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多了, 这个在淘宝网可以买得到的, 是真的, 没有假货的, 谢谢, 谢谢, 淘宝网没那么多假货, 要不我不站在这儿, 其实你讲我的假货率有多少, 多少啊, 其实淘宝最多的是网货, 其实假货和网货是有很大差异的, 所以这次大家想的赠品, 所谓正常的渠道, 过来的才叫正货, 其实今天叫马云烤鸭, 陈先生你的皮鞋, 都是你自己设计的, 这叫网货, 很多年轻人, 像他的产品, 或者你刚才讲的机器人, 没有得到官方的认证或者注册, 未必把它定位成为非正品, 今天淘宝最了不起的是, 很多的商品, 以前都没听说过, 很多的服务你都没听说过, 这是最了不起的东西, 这是创新, 好, 谢谢马先生, 请留步啊, 谢谢, 谢谢四位, 因为还有一个时间, 要跟马云先生回答大家的问题, 已经传到我手机里面了, 谢谢, 谢谢, 请坐。